今天我们说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吧 那年我在外边上班 也是中秋以后 我身体特别不好 我就请假说回到家去休养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 想去我大姐家 因为到我大姐家要经过一段大概五六里地的山路吧 现在都已经变成水泥路了 那时呢山不算高 上边有很多松树 但那路正从山中穿过去 那天中午我骑着家里边的摩托车 往大姐家里边赶 等到了松山的时候 我多远就看到那路边有两座红砖砌的坟 我当时在心里边就骂了一句 麻痹的 谁家把他妈坟修在道边上 太不厚道了 这路上也没有人 就我一个人骑着车 大概骑了能有六十迈吧 那路也比较直 当我骑到那坟营边上的时候 我的摩托车不知道怎么的 后轮一下子就被什么东西给垫了一下 然后整个车轮都离开了地 差点没把我摔倒 当我稳住了车停下来 想要去看看什么东西垫了我一下 可是那么宽的路面上 我连个拳头大小的石头都没找到 那骑车的人应该都知道 在路况好的情况下 我们的前后轮基本上是走直线的 可是我前轮根本就没被东西垫住 可到后轮怎么就被东西给垫了一下呢 关键是还找不到东西 中午的时候我姐在家吃饭 我就跟我姐说了这个事 我姐当时说我迷信 因为我姐姐是个医生 下午没什么事了 我就骑着摩托车回家 我也没敢走那条路 我就换了一条路 等我到家之后就感觉身上不太舒服 还是有点头疼 也不想吃晚饭 就是想睡觉 我爸问我怎么了 我就跟他说了我骑摸的车的事 我爸摸了摸我的头 就说我怕是发烧了 他说你骂人家 人家能高兴吗 本来人都死了 你怎么还骂人家呢 你对没事啊 算是好的了 就算是减着吧 然后我爸弄了点米 还弄了一碗水和三只筷子 嘴里边说着 我儿子不小心得罪了你 希望你尽量原谅他吧 是你们的话 你们就站住 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爸把那三只筷子往水里边 直直的站了下去 那三只筷子愣是站住了 然后在我床头上撒了些米 等到那三根筷子倒了之后 我爸把碗里的水喝到嘴里 往我脸上一喷 说来也奇怪 没一会儿的功夫 我的头啊还真就不疼了 还能起来吃晚饭 我知道现在也不知道 那天到底是什么东西 垫了我的摩托车后轮 那路上根本就没有石头 更不会有什么砖头 如果有东西的话 我肯定能看得见 所以我就在想 难道真的是我心里边 骂了人家 然后人家给我点惊吓 给我点颜色看看 哎呀反正是从那以后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只要看到了坟 或者是墓碑之类的 我都不会再那样的说话了 因为那件事实在是太吓人了 就这样了 一定会很赔 我也想在这里 师傅 摩托车